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星期四早上 北韓宣布正式快器封溪里核試驗場 爆破試驗場中 四條進行核試驗的省度和附屬設施 國際記者團獲腰道場參觀和採訪爆破過程 核武棄研究所副所將事後發表聲明 宣布當日爆破成功 各應完全沒有放射性物質洩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